Hello 大家好 我是Lisa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自己在家製作乳液或面霜 可能大家都用過很多不同的油脂 我今天特別想跟大家介紹一種沙擊油的植物油 為什麼要說它呢? 很多朋友都問過我 這麼多種油脂應該選擇哪一種才適合呢? 這隻沙擊油是一個功效上非常全面的油脂 如果大家未用過的話 可以拿一點出來給大家看看 一般的植物油都是淡黃色的 你會看到沙擊油是深橙色的 其實大家看到這個橙色 裡面含有很多植物的濾胡蘿蔔素 以及一些植物的濾黃筒 所以它的顏色會特別深色 正正因為裡面有這麼多這些成分 它對皮膚特別有好處 除了一般來說可以用來做一些平常的護膚 例如可以去斑或去皺之外 它還有一些特別的功效 就是特別對一些受傷的皮膚 起到一個非常好的作用 例如夏天曬太陽曬得太過份 就會灑傷了皮膚 又或者是燒傷 又或者是有開放性的傷口 它對於這些傷口的埋口 也是非常有作用 另外也有些朋友問過我 可能他家人會做一些癌症化療 或者放細性治療 這些皮膚都會很傷 其實很多時候都可以用沙擊油 來幫助舒緩皮膚的問題 除此之外 很多人有濕疹或牛皮症的困擾 都可以用沙擊油來幫助 我們用的時間怎麼用呢 平時我們都會做一些乳液或乳霜 如果我們用普通的油脂 做出來應該是白色的 如果我們想加沙擊油 因為它很深色的關係 其實我們只需要用很少就夠了 你的用量大概是佔整個配方 約1%左右就足夠了 即是多少呢 如果你做一個50g的霜霜 大概是落10滴左右就足夠了 我現在試一下加進去 剛才做的乳霜給大家看看 現在方便大家看 我拿一個滴管抽出來 你平時拿一個綁秤也一樣可以 加進去剛才的乳霜 現在加了10滴 然後你會發覺 如果我們攪拌均勻之後 它就會變成橙色 現在我們用這個沙擊油 它是用CO2超臨介氧化碳水取的 所以它會比較營養成分 我們基本上可以當它是活性成分 都一樣可以 看到現在變成橙黃色 顏色很漂亮 這個我們平時用來塗面 塗身也可以 如果你不喜歡做霜霜 也可以加進去你平時用的護膚油 用量大概約1%左右就足夠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嘗試這隻這麼好的植物油 可以上去我們上面的網店訂購 或者來回我們三間門市 我們也有現婆 希望大家下次製造乳霜 或者製造護膚油的時間可以試一下 拜拜